亲爱的家人,大家好 或许今天赞到天恩师德 我们的前辈的慈悲 那我们跟着我们的亲爱的家人 我们要一起来拜读我们的 师尊老大人慈悲圣训 那我们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喜悦 那甚至于我们想到了 师尊老大人,想到了这个 听到这个名词 我们就想到就可以想象 哇,师尊老大人慈悲的法相 那种的潇洒、游戏人间的那种的感觉 问题呢,他的游戏人间 却是涵盖了什么的内容呢 哇,普渡众生、旧众生、引渡众生 那普渡众生、旧众生、引渡众生 也是很普遍的这个 所有的佛菩萨 却跟其他的仙佛不一样 他是在灰血的那种的情境当中 来启发众生 在让众生没有感觉的这种的情况下 来启发众生 这个就是他非常特殊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呢 就用着很满很满的这个想象空间 师尊老大人慈悲 那一种的这个潇洒、灰血的那种法相 然后来慈悲我们的圣训 尤其呢,降谈诗 所以我们要开始了 用这种的满满的想象 这种的气氛 这种的感恩的心情 这种的幸福的感觉 要一起来拜读 师尊老大人慈悲的降谈诗 来请开始 明明之中谁执起 红尘纷扰于市局 一言否能定生死 一语否能断往昔 谁将人生当儿戏 谁困未知与谜题 不知命运在手里 若子不回半生起 师尊老大人慈悲 是给我们的降谈诗 哇,明明之中谁执起 说人生好像一举的这个起 那这个明明当中 是谁在拿这个旗子呢 就好像说我们一个人 到了什么时候 生出来是什么的情形 那多长的时间 又是怎么样的情形 那几年后又是怎么样的情形 几十年后又是怎么样的情形 这一切一切的这个过程 所遇到的这个人事物 所面临的所有的人件事情 好像旗子在下旗一样 那这个到底谁在拿这个旗呢 这个旗子是谁放下去的呢 哦,不管怎么样 红尘纷扰扰于是几哦 说呢 让人感觉到这个红尘的纷扰 红尘当中 哇,纷纷扰扰的 尤其在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呢 这一场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哦 再来呢 说一言呢否能定生死 一语呢否能断往昔 说一句话一言 哦,一句话是不是能够定生死呢 哦,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哦 哦,有时候是这个样子 哎,当面临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哇,那这个判决 这个判决是如何 哇,真的是呢 一言呢 真的定生死哦 啊,可是呢 有时候呢 也有人呢 在这个呢 过程当中呢 哎,奇迹出现了 哎,就好像说 曾经有这个的医师呢 判定,哎,这个人 哦,因为呢 昏迷了 然后呢 哦,这个呢 昏迷了非常的严重 所以医生断定呢 这个即使有醒来 也会呢 变成呢 植物人 哇,这医生的判定 原则上是不会错的 因为呢 医生是不敢随便呢 下断言的 既然医生呢 敢这样下断言 就是他有十足的把握跟经验 那没有想到 诶,他的孩子 想说呢 哎呀,这个呢 想办法 寻求什么更好的方法 没有想到 他的朋友 诶,竟然呢 给他呢 诶,一种药 一种药 而且这种药 看起来黑黑的 这个样子 那他的说 他的孩子呢 哇,没有办法了 死马当活马医啦 这个是比较呢 这个初始的 这个形容词啦 可是已经没车了啊 就是要帮 给爸爸吃这种药 这样子 所以因为呢 朋友说这个药 有效 那医生怎么会让他吃 医生说 你如果真的要让他吃 来 大家 就是你自己要 要签名啊 你自己要签名喔 这个单子 这个单子 你这个 你自己要签名的喔 这样子喔 是你自己要给他吃的喔 责任呢 跟本医院 跟本医师 没有关系喔 这样子喔 哇,那孩子说 这个切结书呢 孩子就写了 就签了 这个样子 真的,他就给爸爸吃了 吃了以后 没有想到 诶 几天后 醒来耶 醒来 哇,而且还多活了 几十年耶 这个样子耶 哇,所以说 诶,说 一言 一言 否能定生死 有时候真的是定生死 有时候 诶 有奇迹出现 是这个样子喔 那这一言呢 如果是我们自己来说呢 我们自己说出去的话呢 有时候 诶 如果说的不对的话 真的定生死 哇,讲的好话 善良的话 把它扭转了 把这个生死扭转好了 这个样子也有 那呢 一语否能断往昔 说那一句话 是不是可以来断定过去呢 有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呢 哦,过去是这个样子嘛 尤其有些人他 会 这个 紫围斗术都懂啦 甚至呢 这个呢 这个呢 生命秘术都懂啦 甚至呢 这个算命啦 什么这方面都懂啦 甚至有人 还是可以有学习到 对过去的了解喔 也有这样子的这个 比较神奇的人物喔 这样子喔 那可能呢 他的断言过去 也是 是这样子喔 既然能够断言过去 也能够断言未来 有的人真的是这样子 很准的 很准的喔 可是呢 也有人呢 因为呢 他透过了这个呢 行善 修道 办到 结果 改变了他原本的命运 这个样子 所以说 一语 是不是能够断定往昔 有时候是 有时候是 不是的 这样子喔 再来 谁将人生当儿戏 谁困了未知与谜题 说哎呀 什么人呢 把这个人生当做儿戏 就这样子 游戏人间 那什么人呢 困于 困于呢 未知 就是对未来的人生 充满着未知数 很多很多的不了解 甚至呢 谜题 充满了 满满的这个迷茫 这个样子 哇 每个人对人生的这个呢 看法不一样 有的人 很潇洒 太过于潇洒 那有的人呢 哇 太这个呢 负责任是一件好事 可是呢 又太执着了 也很辛苦 这个样子 再来 不知命运呢 在手里呢 若子无悔半生起 说哎呀 不知的人 不了解说 命运呢 其实呢 在我们的手里 哎 怎么下 就很重要哦 若子无悔 就是说 这个旗子呢 既然放下去了 不能后悔啊 因为呢 这个放下去了不能再拿起来啊 其所无悔大的丈夫啊 好 不能再拿起来的啊 啊 可是呢 所以这一下 对不对呢 有时候很对哦 有时候不一定对 那发觉不一定对的时候怎么办 哦 没有本钱后悔 也没有时间后悔 也没有空间后悔 那要剩下什么呢 时间跟空间是什么呢 抢救 如何来抢救 哎 我下错的这个旗 我下错的这一颗旗子 我要如何来抢救 这才是重要的哦 因为呢 后悔没有用 后悔 这一后悔呢 可能也是 只不过也是影响我们人生的 半 大半辈子而已 可能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帮助 哦 所以呢 不是后悔 哦 不是后悔 是呢 要如何来抢救 哎 才是呢 最重要的哦 无难 哎 我就是呢 南平道祭 就是我们的 祭公佛佛 祭公老师 世尊老大人 因为呢 祭公佛佛他有很多的这个呢 很多的这个呢 哎 佛号 祭公佛佛啦 祭公老师啦 南平道祭啦 西湖圣生啦 哦 还有很多很多 子一真子 哦 子一真人啊 哦 这样子啦 还有还有很多这样子 哦 那其中一个佛号呢 就是呢 南平道祭 哦 南平山 哦 然后呢 他是道祭呢 和尚 道祭禅师啊 那呢 哦 是尊老大人 他 这个呢 是呢 道祭禅师这一辈子呢 哎 刚刚有报告了一半啊 哦 是很丰富的 他的这个游戏 人生了五十年 是非常丰富的 这个样子哦 因为呢 他太不一样了 太特殊了 这样子哦 人生的过程当中呢 让他看透了人生 哦 因为呢 人世间的环境的改变 因为环境的改变 他本来是哎 这个呢 这个呢 哎大圆外的这个公子啊 哦 可是呢 哎 经过的这个呢 改变 因为他的心很想出家 因为呢 他是呢 这个呢 这个呢 指经罗汉呢 指教罗汉呢 来投胎的 来投胎的 所以他的那个 这个呢 静即想动 静即思动 就是说哎 他 成为先佛呢 哇已经一段时间 所以呢 想要动了 所以呢 他就来投胎了 来投胎 是富有的人家 是原外的人家 可是他那一种呢 这个呢 这个 这个 潜意识里面的 是应该要修道的 是应该要修行的 是这个样子的啊 虽然说哎 他若以后天 他也很知道 后天应该有的责任 他也认为说啊 应该好好的奉养这个 双老 这样子 哎 可是没有想到 命运改变了 哎 双老先祭归空 相继的归空了 这样子 那 因为呢 他刚出生的时候呢 哇 这个呢 这个 大和尚就有来呢 帮他取名子 哦 而且呢 有交代 哎 以后呢 这个呢 是佛种哦 佛的种子哦 他如果要修行的话呢 就要去找那个 这个呢 印别风啊 这个呢 眼瞎堂啊 这样子 哦 都是呢 大修行者 这样子 那呢 后来他真的去 哎 修行了 哦 这个双老呢 这个呢 相继去世以后呢 哎 他就 财产交代以后呢 他就去修行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哎 有不同的体悟 不同的体悟 所以当他呢 哎 体悟那一当下 了解过去 了解未来 所以就展现他 哦 很活泼 很诙谐的哦 这样子的 修行的模式 当然啦 包括呢 这个呢 哎 原本的师兄弟呢 是不了解他的 甚至于信众 民众也是不了解他的 可是呢 经过一次再一次呢 他的这个呢 救人 哦 然后他的呢 教化人 他帮助人 哇 一次一次太多太多了 引渡人 太多太多了 所以呢 大家对他的这个信心 跟尊敬呢 只逐日而生 一天比一天呢 增加 信仰他的人 敬仰他的人呢 一天比一天呢 来增加 甚至于百岁年后 哎 哇 这个呢 哎 归空了 归空了 然后呢 哎 这个呢 一样有很好的这个呢 有很好的这个展现 所以呢 这个呢 众生对他的敬爱跟敬仰呢 天天比一天比一天还多 甚至呢 到了现在 三期末节的时候 哦 已经呢 不是呢 只有华人世界呢 在呢 崇拜他了 已经不是了 这个呢 拜他的人呢 已经呢 不分种族了 人世间 世界上的各种 各种类的这种的 各种种族的 各种种族的这个人呢 哎 一样都 很多很多 都非常的尊敬他 所以呢 尊敬他的人 拜他的人呢 越来越多 而且呢 越来越广幻 好 不管哪一种人 都有人在拜他 在尊敬他 哦 因为在三期末节这个当下呢 他 像上天呢 因为他的慈悲的心 慈爱的心 像上天呢 领了一道的这个呢 指令 哦 要来救天下的众生 要替呢 上天老母 要替明明上帝呢 把这个呢 宝贵的这个呢 道的福音呢 传播呢 道在这个人世间 传遍呢 在这个宇宙之间 所以呢 我们这些徒儿们呢 都因为沾到这样子的光 沾到呢 师尊呢 替老母替明明上帝 所传的这个道的福音 所以呢 就越来越多的人呢 一样 学习呢 师尊老大人慈悲 他是呢 技工 那 所有更多更多的亲爱的家人 学习师尊的大人慈悲呢 要学习成为呢 小技工 哦 就是呢 一样 拨出我们的一点点 一些些的时间 大家一起来呢 来探讨 来了解这个真理 也一起来拜读圣训 然后呢 学习师尊的这个呢 精神 跟这种的慈爱 这种的这个慈悲呢 是不严格的 不严格的慈悲 可是呢 虽然在很轻松的过程当中 却能够守住非常的这个呢 原则 原则 所以呢 技工佛呢 在当时的他那个年代呢 他当时那一代 因为呢 他也教宗教孝 很重视呢 哇 对掌上的尊敬 很重视呢 重视呢 对父母祖先的这个呢 哦 孝顺跟崇拜 哦 跟这个哦 这个呢 哦 这个呢 跟这个呢 怀念这个样子 所以呢 他也教宗教孝呢 教仁教义 这样子哦 哇 所以呢 到了三期末节的这个时候 他能够呢 很勇敢的 哇 能够就 哇 我要担起这个责任 我要担起这个责任 哇 所以呢 他就来成为我们的 师尊老大人呢 这样子哦 说 吴乃呢 南品道祭 今奉母子 今天奉了老母的命令哦 降至佛地一样的哦 他虽然成为先佛了 他要来到人世间来 开撒来降比 一样呢 是奉老母的命令来得哦 今奉母子 降至佛地 参过老母 向老母来参加 再为批语 再来呢 批述 再来批述呢 这个圣训哦 他说 好哦 我向老母参加过了哦 然后我要继续了哦 好 亲爱的家人 来 想一下 感受一下 师尊老大人 那一种呢 哇 很这种呢 很逍遥的那种的哈哈 来学一下 哈哈 哇 那种呢 心旷神理 不管呢 你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管刚才是 哎 喜悦的高兴的 还是怎么样的 哎 通通那些通通的放下了 放下了 现在就是呢 哎 保持着非常轻松的 非常自在的 非常逍遥的 非常逍遥的 非常发喜的 这种的哎 哦 心情呢 要来继续 继续呢 拜读了 哎 哎 师尊老大人慈悲 支点我们的圣训哦 所以 感受到这种哈哈了吗 来 再讲一根 一起讲一次 来 哈哈 再一次 哈哈 再一次 哈哈 好 来 OK 好 来 我们要开始来拜读 这个师尊老大人慈悲的圣训哦 来 请开始 是人皆言生活难 总愿悲苦恕命般啊 所以我们人世间的人呢 都说啦 说什么呢 哎呀 生活不简单呢 做人难 人难做 难做人 既然这么多的难 人呢 这么的难做 为什么会难做 也可以 由这三句话 也可以了解说 啊 真的呢 生活有困难 师尊老大人慈悲 我们人世间的人呢 都会说 哎呀 生活 要生活呢 不简单 很困难 这个样子 哦 尤其呢 尤其这个 尤其这个 这几年的 这个呢 各个地方的这个 通货膨胀呢 哇 真的 有一些人这个呢 这个有钱人的这个世界 应该是比较没有差啦 所谓没有差 所谓的没有差 可能是因为呢 他能够以财养财啊 所以财产是没有减的 即使呢 财产减了 还是很多啊 对生活来讲 可能是没不影响的 只要是心放下 哦 不要care 不要在意 哎 减少的那些的话 哎 生活还是很可以的 那如果呢 本来积蓄就不多的人 哇 那就很有差别哦 哇 难怪 难怪呢 师尊老大人慈悲 都会听到呢 人世间呢 发出来的人呢 发出来的声音 哦 心中发出来的 嘴巴说出来的啊 啊 生活难 很难生活这样子 总愿悲苦 宿命般 所有人世间的人都会呢 埋怨啊 怨啊 悲苦 怎么有这么多悲哀的事情 怎么有这么多呢 这么的生活的 这么的辛苦 啊 说 都会埋怨呢 这个呢 悲哀啦 辛苦的事情 说 宿命 过去的 过去的因缘 所解的 然后呢 这辈子呢 落途以后 所带来的命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 哎呀 人怎么样 落途呢 哎 这个呢 命就注定了 哎 哦 落途这个呢 命就注定了哦 就是 刚好那个年代 那个年 那个年 然后那个 月 那个日 那个时间点 那个时间点 这样子 哇 说 宿命 宿命 因为过去 过去是所 过去是的因缘呢 所带过来的 这一辈子的命 哦 这个宿命 奔波劳累 时不易 家庭事业呢 兼顾难 说奔波劳碌 不简单 哦 有的人的 这个真的是 不一样了 每个人的生活状况 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 他的这个赚钱呢 他是不用奔波劳碌的 那有的人呢 他的赚钱是真的要奔波劳碌 哇 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呢 说实不易 因为呢 师尊老大人 是不是都会听到 我们世间人的 世间人的 哀怨的声音 也看透了人世间的 众生的生活 所以很了解 很了解 说奔波劳累呢 实在是不简单啊 那也要家庭 也要事业呢 要兼顾 要兼顾哦 家庭要顾好 那事业也要忙 要兼顾 要兼顾 真的是不简单 有时候有的人呢 他又遇到 哇 有长辈的身体是怎么样呢 孩子的身体怎么样呢 蜡烛 压力挫折 人人有 自我鼓励呢 精进来说 压力啦 挫折啦 每一个人都有 那呢 哇说 要自我鼓励呢 我们不想 我不想气馁啊 不厌力接受这个挫折啊 说呢 要自我鼓励啊 我要精进啊 我要振奋啊 简单吗 说得比较快 事实上 真的面对呢 现实生活的时候呢 不简单哦 哦 事实上当然慈悲 自我鼓励呢 精进来哦 那呢 好 我们拜读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 诶 休息一下